二手车行的 这么好的车 卖不上这个价钱 全都是你们车上抖的 我不卖了 不卖了 大家好 我是杨仔 今天呢 我准备出来送上一台车 很多朋友们呢 也好喜欢说 说想买一个二手的国产车 问我到底值不值呢 那么好 今天呢 我身后这一台车 车主动车 19年是买的 当时呢 配置呢 也是不低的 这个1.4T的 来进发动机 这辆车落地呢 估计要小10万了 这个自动挡 一个车型 就长远的移动了 我们一会儿也看一看这辆车 具有能不能把它给试坏了 就或者说 今天我给它这个价格 大家感觉我实在不实在呢 下面组织 我们先看一看 这辆车吧 眼前这辆呢 就这辆常人移动的车主 我们先来问一问他吧 哎兄弟 你这辆车的话 我看真的挺新的啊 真漂亮的这车 你是19年时买的 哇塞 这车我感觉比最新款的 20款还要好看 尤其在前头部分哈 你当时买这车 也确实挺有眼光的 你这车想卖一个 什么钱呢 是1.4T的那款发动机 是吧 南京发动机啊 哦那款发动机 现在还挺好卖的 那个1.647的那款自动脑化 嗯那款车不是特别的好收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买船的 都是那个南京发动机的粉丝嘛 都想买一个那种南京发动机的车 你说话 吃香就吃香在1.4T上了 你这车的话 你想卖一个700多 您是怎么能知道 能卖一个这么一个价格呢 嗯我也从往上查一看 差不多只有这个价格 您是新车制造价8万9千9 当时有优惠了吗 嗯就优惠了5000块钱 5000块钱落地的话 9小十万了这车 为你要了不少那种装具之类的 差不多 小十万块钱买个这个车 我也很喜欢这个车兄弟 之前呢包括我家里面人 也是开了长安车 质量还可以 但是吧 你为什么要一年多你又卖呢 你要做好一个准备 一年多卖的话是最批钱的时候 为什么要换这么一样车呢 换个长安的U1去 然后那款车刚出的话 我劝你哈 兄弟那款车外观确实很漂亮 但是吧 刚出的话 现在U3度也很小 就和你这个车似的 这个车现在U3度也变大了 嗯 U1去吧 也确实是个好车 你今天真心想卖吗 嗯对 确实 这样吧兄弟 以后我能先看看 你车车逛 你先说吧 你这车 有没有寡次吗 在这里吧 没有寡次 都是圆寡次 确实我看的车 外观呢大家从视频当中 也能看得出来 桌面都是挺好的 然后贴一些东西什么的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 这辆车 它一个整体情况 看车的先看什么 先看它的外观了 刚才外观呢 我能用青霉进行减散 全身目前的确实数值呢 都在一百左右 不过呢我也看出来 它前杠的趋势 配合器的 我们拉近镜头 我们再看一看 大家也能看得到 它整体来说 两边的色的都是不一样的 很多朋友好说 前杠是塑料的 塑料和铁皮肯定颜色不一样 这是吧 这一个错误的一个密度论 其实呢出厂之前呢 都是一个样一个颜色 更加过 这只有一年多一个时间 肯定啊 前面是碰过锡的 车主呢 还是一时没说 大家也能看得到 这一个寡厕 而像后缸呢 后缸的话 也是一个经常后寡厕 一个地方 这两边呢也能看得出来 它的整个呢 有个凹陷的一个程度 兄弟这辆车 我给你看了 你刚刚不是说原版原期吗 前缸后缸 我看都寡厕了 而且前缸后缸都拆过了 是吧 还是 咱都实话实说就可以 那话你这个车的话 想卖一个七万块钱 对 这么跟你说吧 兄弟 你这个车我最多给你出到 网上卖大概19年的这种车 19年长安易动的话 网上大概都卖一个六万八九 我自己多这车 给你出到五万八 你看行不行 你去办一个贷款是吧 办贷款的话 还需要一些 其他的一些手续之力的 这都是卖不出一个太贷 一个价格的 五万八看行不 我们可以再加点吧 再给加两千 六万块钱行不行 跟你说的话 你也是卖二十五号的 这么好的车 卖不上这个假钱 还没有你们车 车上走路的 我不卖 最终的这辆车 我也没有把它收回来 可能车主 还是感觉这个车的价格 是比较高的话 车况是前面 还有后面部分的 有个寡厕 西区的都没有事 大家感觉不 六万块钱收贷的价格 还是办的分期 我还要给它还带几款 这个价格值还是不值呢 下期还有什么 车有关